聊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 数据库管理员,简称DBA 是从事管理和维护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相关工作人员的统称 属于运维工程师的一个分支 主要负责业务数据库从设计、测试到部署交付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DBA的核心目标是保证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完整性和高性能 在国外也有公司把DBA称作数据库工程师 两者的工作内容基本相同 都是保证数据库服务,7乘24小时,稳定高效运转 但是两者区别在于 1.数据库开发工程师的主要职责是设计和开发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数据库应用软件系统 侧重于软件研发 2.DBA的主要职责是运维和管理数据库管理系统 侧重于运维管理